我吵死他们 321 收 把电视机给我叫出来 我从来不会 最近以动漫形象舞台敬演的综艺节目 2060精彩片段火爆全网成功出圈 按理来说 虚拟人物相对于来说很小众 只有喜欢二次元的朋友才会密切关注 但这次却能引发全网的热议 大部分原因在于周深 唯美至极的舞台 经验开唱和有趣的谈吐 论周深对量词的使用有多严格 电视机前认真的表演 把大家都带入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 深情点评时刻 被林有名的一头鸡打破气氛 之后拆台专家周深上线 一本正经地告诉老师 形容鸡的量词一般都只用支 不仅如此 反交心达人周深也上线了 在彭老师说周深是大家的宝贝的时候 感觉周深下一秒就要呕在台上了 真是要被周深笑呸呸 但是周深确实就是全民宝贝 周深直接在现场问老师们 虚拟人物更接近人 还是更远离人比较好 大家第一反应是震惊 没想到周星星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就提出这么犀利的问题 话说周深总是能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 让人明显感觉到 他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疑虑 带动话题的同时 一下子就把握到了综艺的核心 不愧是综艺技能满分的周深 周深跟这个节目的匹配度太高了 根本不像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舞台绝美不说 街梗更是张嘴就来 简直太欢乐了 希望周深多多参加这种节目 如今距离过春节是越来越近了 因此不少地方台都开始逐渐官宣 参加春晚的嘉宾阵容了 其中芒果台就已经官宣第一波阵容了 其中的嘉宾可以说是非常吸引我们的 没想到在看到周深被官宣 加盟春晚的时候就真的不淡定起来了 可以说拥有周深在的春节晚会 就等于拥有了一张王牌 相信大家都有听到过不少周深的歌曲吧 比如在前段时间的跨年晚会当中 周深凭借自己的歌唱实力 让不少观众都忍不住折服了 周深的音域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在声线以及歌喉方面都十分具有个人魅力 就冲着周深看来荔枝台的春节晚会 不追看都不行了吧 以上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大家对荔枝台春晚官宣的第一波阵容中 还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一起讨论留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